特朗普政府是历届美国政府对移民限制最严格的 但是最近特朗普宣布他要大赦 80万非法移民可能直接获得公民身份 上周五特朗普总统表示 他将在未来几周内签署一项关于移民的行政命令 为非法入境美国的儿童提供公民身份的途径 他在接受西班牙语电视网络Talemundo的采访时说 这项措施的一个方面是涉及童年抵美暂缓遣返计划 也就是俗称的DACA Talemundo是一家西班牙语电视台 主要受众为美国的墨西哥裔移民 而墨西哥裔社区里有为数众多的DACA证件持有者 DACA计划旨在保护某些年轻的移民不被驱逐出境 并允许他们获得工作取可 它的全称是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 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6月推出的一项政策 这项政策允许若干在入境美国时未满16岁的非法移民 申请可延期的两年暂缓遣返 并容许他们申请工作许可 接受者又称为梦想者 意思是要实现美国梦的人 他们可以获得公卡和涉安卡 并接受一些重要的福利 比如说纽约州的医疗补助 但是在2017年9月5号起 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口号 宣布将暂停接受新的打卡申请 特朗普之所以当选 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美国中下层白人 对包括打卡计划在内 奥巴马移民政策的强烈不满 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 特朗普始终坚持将非法移民赶回家 并声称要在美墨边界修建格力墙 将墨西哥人挡在墙外 但是由于当时移民社区怨声载道 后来因为各方角力 特朗普终止打卡的计划不了了之 随着2020年大选到来 因为疫情导致民调大跌的特朗普 也不得不打出移民牌 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 此前对移民态度强硬的特朗普 来了一个大转变 他昨天对这家西班牙语电视台主持人说 我们将给打卡持有人 一条通往公民的道路 目前美国大约有70到80万名 童年随父母非法入境的打卡证件持有者 这些人在美国长大读书生活 对其母国没有任何概念 如果一直不解决这些人的身份问题 对其一生的打击都会非常大 这项计划允许部分非法移民 在被遣返前 可以在美国境内拥有两年的合法工作时间 申请打卡的非法移民应具备五项条件 第一是抵达美国的时候 年龄在16岁以下 然后在2007年6月15日之前抵达美国 并在此后持续居住在美国境内 截至2012年6月15日 年龄在31周岁以下 以上高中或高中毕业 或者从军队荣誉退伍 没有重大犯罪记录 特朗普昨天说的是 我们将给打卡持有人一条通往公民的道路 这也意味着 他将不只是给这些打卡移民绿卡 而是直接给予公民身份 特朗普的言论立即遭到他的共和党同僚 泰德克鲁兹的谴责 后者在推特上写道 如果特朗普试图非法扩大大赦 那将是巨大的错误 而且在11月3号大选前 特朗普还要面对诸多法律问题 时间未必足够 但是不管如何 他释放出这条信息 给了无证移民一种希望的信号 也许能够争取到几十万张选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